真糟糕 我说我儿子今天也是到金门 他坐哪一班飞机 重述在电视上看到复兴航空班机 坠落基隆河时紧张交集的心情 黄妈妈表情纠结 因为当时她以为自己的儿子 黄志瑶也在飞机上 我就一直很紧张很紧张 我就不知道他公司的电话 我就打电话叫我女儿 说你看你哥哥是坐哪一班飞机 那结果我问他说我退掉了 没有去了 直到电话另一头传来宝贝儿子的声音 黄妈妈终于放下行踪大石 因为黄志瑶当天原定搭乘 G1235班机前往金门出差 但在登机前20分钟 接到重要客户来访电话 取消行程 因此躲过死劫 我去点光明度那个10点多钟的时候 他就刚刚中就退了 内心激动不已 因为在儿子准备搭机的同一时间 母亲正好去庙里替他点光明灯 得知班机出事之后 母亲先是吓得手脚发软 之后又收到儿子 并没有搭上飞机的消息 这才放心 相信是神明暗中保佑 他母亲昨天也打电话来 非常高兴说他一来点灯以后 他们逃过这个劫难 为他们亲信 与死生擦肩而过的这天 正好是黄志瑶的生日 同事用猪脚面线代替生日蛋糕 帮他庆生 在为罹难者哀悼的同时 也感谢上天没有带走他们身边亲爱的伙伴 记者黄主华 吴宜珍桃源采访不到